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那时候的选择很少 上学 当兵 当工人 或者留在农村继续做农民 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 也会发现这个经营企业 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是一个既激动人心 又改变自己生活的 觉得可以有更多的钱 可以看世界 我想起来就是在 二十岁前后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非物质的一些梦想 比较更高级的一些梦想 主要我想做的事情 那我就要努力很多年 我一定要自己把它做到 真正创业做企业是九四年了 立志是做一个企业 企业是什么样子 其实也不太很清楚 都是和自己学习的专业关系 一把眼下已经快二十五年了 都说你去通过创作 让自己所学到的东西 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东西 在这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新时代 年轻的创客们 对未来事业充满着激情 我们这个民族的创业精神 和创新基因 正在不断地被激发出来 年轻人办企业的话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 信奉客户至上的原则 客户的利益 客户的体验 才是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们的体验的需求变化了 我们也就要应变 这就叫做创新 从精神层面上来讲 年轻人一定要敢于担当 勇于创新 做事要不同凡响 首先要把自己的 该做的事做好 你要对得起这份职业 你想把这个企业办得更好 现在哪些领域里边 找到最先进的知识 最先进的技术和方法 甚至找到最优秀的人才 那么你就去努力去做 赤字以恒地 做好一件事情 年轻人应该要有一定的富性人才 应该要意识到自己 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这个环境的某一些责任和实力 我觉得他们 更多的应该是 培养一种看着的目标之后 又执着地去做一件事情 要有长性 要有韧性 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只有做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成功的快乐 搞研发现在也是一样 搞技术也是一样 年轻时候培养这种能力和这种兴趣 太重要了 其实我觉得做企业还是蛮有理想 谁也算不清楚这个事儿 未来是多大收益的 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谁又没有想到现在是50亿票吧 这个之间只用了十年的跨度 有这么大 我觉得这个天花板 你是没有人想象的 中国现在已经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 它的崛起不完全是一个GDP的崛起 也不完全是一个财富的崛起 而是要能够通过年轻人 推动思想创新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把我们的整个的文明 能够上一个台阶 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年轻人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站位 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和担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